立委林長佐對市長表達不滿 卻被環南市場自治會長迴嗆 沒做事 你去那些講一些543的 跟他解決問題無關的 這些老百姓不想聽 其實在疫情之下 最慘的當然是小老百姓 就好像我昨天到 那個 營下夜市 你想想看 他們已經50天沒有營業 50天沒有營業 就沒有收入 所以他們會很珍惜說 他們可以開業的機會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下令 環南市場停市三天 這對那些癱瘓是多大的損失 還有那個家禽市場那個要停業 那在停業三天以後 馬上一定可以復業嗎 也不曉得 還有這些人一旦確診 要隔離14天 如果確診要隔離到17天 這17天他是不能回來上班的 所以這個對那些小老百姓來講 你知道嗎 他關心的是 這個疫情什麼時候會過去 或者說在這疫情之下 好吧就算疫情沒有辦法過去 他們怎麼在這疫情之下討生活 所以他們對這個會 這才是他們關心的 所以你去那些講一些543的 跟他解決問題無關的 這些老百姓不想聽